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平安 愿上帝的话 遇同传言金奴半 滋润离我的心 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 希伯来书第九章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活出新的生命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到十四节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作了将来美时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传备的帐幕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容山羊和偶毒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负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并无偶毒的灰 灑在不潔的人身上 并且叫人成圣 身体潔淨 何况基督值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痴 献给神 他的血 其不更能使尽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行 使你们是否那永生神 和旧约的大祭司每年 献祭来负罪相比 耶稣基督 仍然是一位伟大的祭司 祂是圣洁的 祂将自己的生命献上 而因为祂的献祭 给所有信靠祂的人得以重生 不但被我们和神之间 建立和好的关题 也丰富了我们的生命 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的药 祂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位忠保 就如同十四节所记载的 透过耶稣基督 第一,洁净我们的心 耶稣的保协除去我们的罪 涂抹我们的过犯 好让我们的生命 在神面前得以洁净 第二,除去我们的死行 印着耶稣的保协 让我们得以重生 生命有所改变 从我们仇死的那一日开始 我们立以成为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只有如此 神正会给我们活出生的生命 第三,帮助我们侍奉永生神 神请救我们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侍奉祂 更要我们全心全意来到祂面前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 对生命的认识 包括价值观 生活的方式 对事情的看法都没有改变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无法和人说 他的信仰和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相反的,印着耶稣基督保协的熟会 我们可以让人看到我们的不同 就是活出新的生命 然而新的生命就必须从新的生活态度 和价值观开始调整做起 弟兄姊妹,我们做到了吗?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多谢祢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 恩着祢的保协,洗净我们的罪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生活的态度 和生活的价值观 因认识祢而有所改变 活出祢喜欢的阳色 作一个徒祢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What i 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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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